剛好有一些南方雲系從這邊通過 從廣東福建這邊東移出來 那下來台灣上空其實是吹的偏東風 溫度倒是沒有降的很低 但是濕濕涼涼的下雨 那這樣的情形會持續還會到禮拜天 請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不斷的有這個移出來 然後配合上東北風 預計禮拜天晚上東北風就開始接近 所以溫度就會顯著的再下滑一點點 事事兩兩的 大致上未來這幾天就是類似天氣 不過雨勢可能到禮拜一禮拜二 只剩下北部有雨 中南部就會慢慢的轉勤一點點 那下個禮拜到過年期間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在南方的水氣還是蠻多的 又配合上東北風 這整個水氣到過年期間 你看到2月2號2月3號 再過一個多禮拜就過年了 其實看起來天氣恐怕不是 非常溫暖晴朗的天氣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恐怕是容易有較涼的冷空氣下來的機會 現在說會不會冷氣還太早 但是至少要有這種很 非常晴朗的天氣的機會不是很多 所以請大家要有一些心理準備了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禮拜天預期白天到下午 可能有點空檔 有一個空檔 如果你要戶外的大掃除或是活動的話 可以趁機把握一下 不過很快迎風面還是有陣雨的 還是有雨 那中南部的預期到了禮拜一 二會比較穩定一些些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下禮拜的天氣 還是一樣 濕濕涼涼有雨的天氣 還是屬於典型東北風 請大家留意了 未來的這個禮一個禮拜 大概都是東北風的天氣 但是有機會只剩下迎風面 迎風面 那也要留意南邊來的水氣 這個我們後續會幫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哪裡會下雨 這兩天其實南北都有一點雨勢 那禮拜天可能是南部有一點水氣上來 然後北部呢 雨勢會緩和一點點 然後禮拜一、二等於是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迎風面 典型東北風 迎風面的降雨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中南部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天氣 那最近其實溫度很像沒有那麼的冷 事實上冷空氣還是在高尾度的地方盤踞 所以預期呢未來這幾天相對之下 還是屬於偏涼的 那整個溫度來說的話 都是類似的這個溫度 大致上 例如說你南部來說的話 17到23度 相對的穩定很多 北部這邊 整個東北來說的話 相對的都還蠻冷的 請大家留意 相對之下下個禮拜溫度 還蠻 不會到很冷的地步 就是涼涼涼涼涼的 北部跟南部的差距有一點點 但是各位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到過年期間的溫度 現在來看的話 似乎回不到很暖的溫度 甚至不排除在過年前 有一波比較強的冷空氣下來 但是現在說會到幾度 還有一點早 我們會密切幫大家注意 但是呢 我現在可以很大膽的說 可能在過年期間 要很暖很暖的天氣 可能就要往中南部走了 這個是台灣整體的狀態 所以過年期間的假期 九天很長 請大家從現在開始 就要隨時鎖定我們的氣象預測 所以未來這幾天 有一波東北風下來 倒是不會降低的 特別低溫都是差不多 等於是下禮拜大致上 還是維持16、17度到20度上下的溫度 這在北部 中南部呢 17、18度到23、4度 開始有陽光會出來了 那南部來說的話也是一樣 19到24、5度 等於是天氣慢慢的緩和一點點 最近呢就是有一點春天的特性 變化會比較快 南方呢還是有一點空氣污染 所以各地呢在今天晚上還是容易有雨的 但是北部比較多 中南部比較少一點點 明天呢一樣還是各地有正雨型的天氣 請大家稍微留意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哦 目前這兩天會受到華南雲氣通過 還有一個是封面通過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地還是有一些正雨 週日白天呢 中南部降雨會稍微趨緩一點點 但是呢北部有點空檔 但是還是容易下雨 北部、東北部 施量預期呢會到週二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頓潮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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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